按钮开关 按钮开关通常在闭合或断开的瞬间会产生状态的抖动 这是由于开关的机械结构或是操作过程造成的 开关状态的抖动会让程序错误的判断而产生误动作 于是常常在程序中设计一个去抖动的部分 以此对开关进行软件去抖 方法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 对开关的状态检测两次 以确认按钮开关的确被按下或释放 在Loop函数中 Clible C6肚子上的左右两个开关的当前状态 由Digital Read读到Arduino中 接下来由If语句来分别帮助去除左右两个开关的抖动 比如左按钮中 先进行第一次检测 判断开关状态是否有变化 如果有变化 利用当前时间函数Millis记录系统当前时间 一旦时间超过一个很短的瞬间 比如DebounceDelay代表的50毫秒 则再用一个If语句 判断开关状态是否以前一时刻的状态相同 如果状态不同了 说明开关的确被按下或释放 相应的点亮或熄灭发光二极管 程序中大量使用了不等于比较运算符 意思是如果运算符两侧的操作数不相等 则If条件为真值 Clybel C6嘴上的发光二极管是否点亮 由变量LEDState来决定 当它是低电瓶时发光二极管点亮 如果发光二极管点亮LEDState等于0 所以这个If条件为真值 接着就把眼睛上的两个光敏电阻数值相加 再乘以4后作为扬声器的频率 否则如果发光二极管熄灭 扬声器也不发生 每次loop函数的最后 都会把两个按钮开关的状态 分别更新在变量 Last Button L State和Last Button R State中 等下一次循环时 用于判断按钮开关的状态是否有改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